上車停在了民族路 可以看到他整個車子 被這一個樹給砸中 那麼這個車主他覺得相當的倒楣 因為除了因為颱風天 樹被砸中車子之外 他還收到了停車費 車主來看愛車 看到路樹直接倒在車上 樹枝還插入前擋風玻璃 擋風玻璃破了一個洞 玻璃好幾塊 都掉落在車子的副駕駛座 還在想怎麼把車移走 擋風玻璃上的這兩張收費單 讓車主整把火衝肚子升起 比較靈異啊 怎麼說 因為他要身後的時間吧 有點誇張 故障物要先把它排除掉吧 放在被樹壓的轎車 車上兩張單子 10月5號開的單 從早上8點05分開始開 連開到下午的4點05分 每半個小時就來開一次 總共要繳225元的停車費 連經過的民眾都替車主喊冤 樹不移動 車根本移不走 一直收費 實在沒意思 他是什麼時候來停的 你知道 颱風前兩天就停了 在那裡本來還要停 還要停 颱風期間 車輛被路樹壓住 或遭路樹砸傷無法移車 也有要求開單廠商不要開力停車單 倘有類似案件也可向交通局聯繫來測單 交通局說颱風期間 車輛遭路樹壓住 或者是遭路樹砸傷無法移車 收費員都不會開單 可能是開單的廠商疏忽未注意 不過有一種情況是樹已經移走 無法得知車子有沒有被樹壓過 導致無法移動 建議車主在愛車被樹壓時 可以拍照搜證 消通局會重寬認定 只是這種颱風天災樹壓車不可抗力 加上無法矩鎮樹是因為養護疏失而傷害車體 無法國賠 帶風天最好還是把車子遠離路樹來停放 比較安全 東森新聞 唐恢雄宇戴娟在高雄報導